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非要求全裸跳舞 截图中有很多女子逻辑的视频 是否与冯小刚有关系 尚不得知 资料显示 冯小刚的电影芳华 讲述的是军队文公团的故事 要求女演员会跳舞 同时 该剧主演渺渺 中处戏也被捧红 由于网上只有一张截图 不能确定该 爆料人是否就是所说的崔勇人 崔勇人爆出娱乐圈的阴阳合同后 范冰冰 冯小刚 刘振云等 全部成为其炮轰的对象 网上爆出冯小刚后排又一 王中军显身美国洛杉矶一家餐厅徒员 而为资与乐 如今 范冰冰已经得到该有的处罚 而冯小刚似乎销声灭迹 9月9日 冯小刚突然在微博发生 否认车偷税录税和阴阳合同 本人始终未有露面 网上甚至传出 刺桥微博被冯小刚所发 随后 有媒体爆出冯小刚和王中军 更现身美国的消息 目前 崔勇人仍在战斗 范冰冰仍在吸粉 而冯小刚也仍在回避 Zither Harp